手游酷玩 大家好我是来自手游酷玩的在这里 今天给大家带着的游戏依然是和平精英 现在依然给大家带着的游戏模式是创意工坊 现在也是来到了右侧 然后稍微注意一下周围的一些敌人 然后将他击杀之后我要稍微小心一些 今天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和平精英当中的一些载具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个比较特殊的 就是这个渣狼车 为什么叫蟑螂车呢 原因是因为它是必须得捡到信号箱之后 召唤超级功能才能出现 然后它的造型有点类似于蟑螂 因为它的有两个比较长的天线甩在了车的外头 虽然我也现在也不太明白这两个天线到底有什么作用 但是造型比较独特 所以说它的这个名字也是名副其实 蟑螂车的一个主要的功能 是它自身的一个防御力要比正常的车要强很多 所以说很多人在面对一些比较难受的情况下 就比如说自己父辈受敌的情况下 都会选择这个车作为自己的一个主要的行驶工具 问题就是蟑螂车的一个获取难度特别的大 所以说很多时候大家都获取不到 然后有很多人都不会选择去把目标放在蟑螂车上 第二个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吉普 吉普这个车是大家比较常用的 原因就是因为四周不会漏垢 比如说越野和摩托四周都会有队友漏在外头 所以说很多人都不会这么选 然后就导致吉普的一个受欢迎程度可能会比较大 然后很多人都喜欢去开这个车 虽然说跑车也有这个功能 但是跑车的其他的一些方面并不如吉普那么好用 吉普在这个游戏当中防御力比较高 然后并且由于自身的一个封闭性比较好 所以说成为了很多玩家的一个首选 其次就是这个跑车 跑车的和吉普相比 他自身的一个封闭性和吉普是一样的 但是问题就是他自身的一个防御力没有吉普高 他的一个优点是他自身的一个奔跑速度要比吉普困扰很多 所以说跑车也会成为大家的一个选择 但绝对不是首要的选择 因为跑车的一个概念是为了让大家赶路 而不是为了让大家在圈内肆无忌惮的一个行走 如果说你用跑车在圈内走的话 很容易被直接扫车炸掉 第3个就是 不对 123 第4个 这个最近数数有点不太好 第4个就是这个越野 越野是一个两人载局 队友会在你的后面就是后座 然后你自己也是没有东西防护的 虽然说四周这个狼儿 但是也是容易被打到 所以说很多人都不会选择这个车作为自己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使用工具 但是越野有一个好处 它和正常车相比 它在自身一个爬坡能力和自身在沙地的一个使用情况会非常的好 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其次就是我个人比较不太常用的是三轮摩托 就有点类似于原前日本用的那个车 那个车目前来说有一个问题 就是不知道是因为我自身的一个吸力作用 还是自身的一个就是切身体会 有感觉那个车的左右平衡性不是特别好 如果你想要左右平衡的话 对队友有一个比较高的要求 就是你的队友必须得坐在你的右边 这个车是一个三人载具 右边一个 然后加上你背后还能坐一个 一共是嗓尔 但是自身的一个不平衡性 我个人不是特别喜欢去选择这个车 还有最后一个就是摩托 摩托这个车就是比较额险了 首先第一点自身不带加速阿鸟 所有的车基本上都带加速阿鸟 摩托不带的原因是因为它自身的一个速度是完全足够的 所以说摩托是不带自身的一个加速阿鸟的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它自身自带一个丫头和抬头两个东西 这两个东西主要是因为摩托的一个速度非常快 由于没有任何的平衡性 因为它自身的一个速度飘起来之后 很可能会在空中进行一个翻越 就翻梗头这么一个动作 所以说官方这么设定之后 会让大家感觉比较好过一些 但是我个人觉得还是不太好用 反正我对于摩托的一个想法就是大家能不起尽量不起 而且你在熟练度不高的时候 也不推荐大家去使用摩托作为自己的一个使用工具 原因很简单 就是摩托的这个稳定性实在是太刺牢 所以说很多人都适应不了 就算我现在用也有点不太适应 那本期视频呢 倒是差不多就要结束了 今天大家在游戏呢 依然是和平精英 如果你喜欢此游戏 请关注我们手机扣2 如果你不喜欢此游戏 请关注我们手机扣2的下期视频 感谢你的本期观看 让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